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革后又被称为女后 武则天 慈禧白骨精 文革中郭摩洛成当面献死给他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的在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76年江青做四人帮之手被抓捕 郭摩洛又发表水调割头粉碎四人帮 批判他野心大阴魔毒 诡计狂 正是罪该万事 迫害红太阳 江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巾帼英雄还是十恶不赦的羽魔 江青出生于1914年3月5日 山东租成人 江青的本名李靖海 后路小学请孝董取名为李云鹤 孝董取名的原因是因为江青长相俊美 且身材高挑 1935年3月 江青进入上海电通饮业公司 改名为蓝瓶 意为蓝色的苹果 后江青因追求革命 移开上海滩赴延安 改名为江青 意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江青共有三档婚姻 1931年5月嫁给富家子弟裴明轮 但这档婚姻很短暂 仅仅维持了两个月 1936年4月 江青与著名影评人唐娜结婚 后又离婚 在唐娜的帮助下 江青成为当时上海滩的当红旅行 江青不在 要在的吧 不是的 年底快到了 他们都来问我借钱了 真讨厌 对了 我这个年也过不去 这个点给我好 行 这都给你们 江青与唐娜离婚后 曾与导演张敏同居 张敏当时有家事后离婚 1938年11月 江青与毛泽东结婚 当时毛还未与贺子珍离婚 中共对毛和江青的结婚 提出了约法三章 2001年第四期党史博览杂志 发表了 严长贵先生的文章 对约法三章之书表示否定 但叶永烈也在同年第十二期 党史博览上发表文章 肯定约法三章 他的根据是 国民党军队攻克延安时 曾找到了王洛飞的日记 记载有约法三章的内容 一 毛和夫妻关系存在 而没有正式解除时 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二 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 生活起居于健康 今后不准 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要求 三 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私人生活事务 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提出任何职务 并不得过问党内人士及参加政治生活 笔下这两种观点 我倾向于叶永烈先生的观点 一九四零年江青和毛泽东有了一个女儿 李娜 一九四九年江青三十五岁 风韵幽城 但他与毛泽东在中南海 风泽园 已经分居粮食 据称江青身体不适 得上了子宫颈癌 毛泽东的卫市长李银桥说 那时毛与江青就说不到一起 睡不到一起 工作不到一起 也联系不到一起 一九七零年 张玉凤作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 加上孟景云照顾毛的生活 江青要见毛 也需要通过张玉凤 江青曾嘲讽张玉凤 是一个赔税的丫头 中上我们可以看出 婚姻的确在江青的命运变化中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他曾说 男追女隔着山 女追男隔成板 英雄创造历史 即使成不了英雄 也要成为英雄的伴侣 但我并不认为 江青是以婚姻为跳板 达到他的人生目的 一九四九年以后 江青与毛泽东 有夫妻之名 而无夫妻之实 不正常的婚姻关系 使江青的心理 变得复杂和阴暗 一九三七年江青到延安 至一九四九年 他并没有担任过重要的领导职务 仅仅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之一 属于默默勿闻的阶段 江青走上历史舞台 是在文革期间 一九五零年 他曾主导对五顺传的批判 一九六三年起 推动现代京剧改革 成果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八个样板系 可谓八亿人民八台系 一九六五年春 毛浪江青到上海联系姚文元 组织编写凭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关 作为文革的导火鼠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 江青被任命为 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 组长陈伯达 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 江青进入政治局 由于文革是当时一切工作的核心 管理文革就几乎相当于管理国家全部事务 在毛与江青的关系上 江青根本不能控制毛 与叶群与林彪的关系完全不同 为什么毛会让自己的妻子走上政治舞台 一是毛生之江青 如同毛生之林彪一样 文革中毛用林彪 但又为林彪安排了归属 江青其实也一样 江青文化不高 缺乏政治头脑 没有政治主张 对毛无限忠诚 但江青希望出人头地 爱慕虚勇 没有自知之民 不及后果 江青曾有诗云 江山有其风 所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 偶尔露真容 二是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 江青所为会被认为是毛泽东的意思 执行主力小 必要时毛可以用江青假传圣子的名义 随时废掉他 江青曾说 我就是毛泽东的一条狗 为了毛主席 我不怕你们打 江青在文革中 大行迫害之人事 可谓罪行累累 他曾将固有郑军礼和王淫 迫害之事 1966年10月8日 江青指使叶群 让江藤娇到郑军礼家 搜查一封他写给郑军礼的信 江青与郑军礼夫妇本是好友 1958年他写信给郑军礼 起因此毛泽东写了那首诗 蝶恋花打理书一 1957年春节 李书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贺连信 填了一首词 菩萨念 5月11日毛泽东回信 争他一首词 蝶恋花打理书一 后来啊 《人民日报》四刊都刊登 江青看后很生气 当着毛的面吼叫 你怀念杨开慧 我就怀念唐娜 一气之下 他给郑军礼写信 打听唐娜在法国的地址 文革中江青担心了 这封信会被政敌利用攻击他 命令夜群一定要找到这封信 尽快予以销毁 1969年9月 郑军礼被抓走 两年后死在监狱里 江青与王银的接约呢 是为针眼画剧赛青花的鱼主角 赛青花是夏延创作的画剧 初选结果 赛青花的鱼主角为王银 但江青不服 于是产生了争执 夏延为西式灵人推出A比两组 即赵丹江青金山王银 1936年11月 金山王银成立了四十年巨色 公演画剧赛金花 场场爆满 21岁的王银一举成名 对此啊 江青一直记恨在心 1967年2月 红卫兵抄家 王银被刑讯逼供 罪名是黑明星美国特务 王银身体不好 承受不了酷刑 后来瘫痪了 后来死亡了 毛泽东对江青的评价是 江青是刀子嘴 是非窝 进商人 等我死后 人们会把他整死 又说江青眼高手低 自大才输 他窜江青 不要多露面 不要批文件 不要离祖阁 离积怨多 要谈结多数 能贵有自知之明 应该说啊 毛对江青的评价 还是客观的 尽管啊 不太厚道 1980年11月20日 至1981年1月25日 最高法院特别法庭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实名主犯了 进行了公开审判 并电视直播 其实该审判并不是一次公正的法律审判 而是不公正的政治审判 因为1980年我国的法治啊 尚在恢复中 法律很不完善 加之 四伦邦的问题本身就是个政治问题 当时 中共虽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 但对毛泽东责任的界定 是犯了严重的错误 是好心办了坏事 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法律面前应该人能平等 毛泽东作为文革的发动者 和组织者无罪 江青又如何能够定罪呢 毛泽东の死によって 後ろ盾を失い 国家に対する犯罪者として 裁判にかけられた 拷問を受けた大公尾が 見つめていた 江青は 罪状を徹底的に否認した 革命無罪 革命を志す者に罪はないという 文革のスローガン その後 無期懲役に厳禁された者の 最後は自ら命を絶った 邓小平的想法是 由于四能帮在文革中的表現 民怨极深 将他们拉出来省一下 出出醜 可以順民心 可以宽慰文革的受害者 林彪法革命集团的主犯 吴法宪 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 为自己做了辩护 他说 我从15歳起开始参加革命 几十年来出身入死 为创建人民军隊和新中国 奋斗了一生 所谓推翻无产阶级 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 组织領导反革命集团 是天大的冤枉 完全是不死之死 从913事件到现在 官方没有任何證據证实 我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和动机 相反 我一直坚决拥护毛泽东 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 正是由于我盲目的贯彻和执行了 毛泽东的指示 才会犯左的错误 这与所谓犯罪 风马流不相及 我觉得吴法宪的观点还是客观的 因为所谓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 他们就从来没有反过革命 并且一直在狠革命 如果毛泽东无罪 江青罪从何来呢 当然我并不认为江青无罪 只是该审判的从法律逻辑上说不通 1991年5月14日江青自杀身亡 新华社报道称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 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 在北京他的居住地自杀身亡 而秦城监狱监管处处长何电奎表示 江青自死都没有离开过秦城监狱 日本文艺春秋刊登了江青的绝命书 主席你的学生和战友来看你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江青是一个追求革命的进步青年 具有艺术表演的才华 爱慕虚勇 希望出人头地 婚姻使江青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但也使他遭受了灭地之灾 江青文化不高 不懂政治 毛泽东则动若光火看透了江青 利用江青的无知 嫉妒狂妄狠狠独 让他按照自己的意志 在政治舞台上一路狂愚 如同毛玩弄洪雷兵 于鼓掌之上 江青征服了无数的男人 但最终还是成为男人的王物 江青一生忠诚于毛泽东 最后自杀追随毛的亡灵而去 自死不回 如果江青执着于艺术 如果江青没有政治报复 如果江青没有遇上毛泽东 但可惜历史不能讲 是江青出人头地 却最终备受凌辱 江青迫害他人 却最终备人迫害 中共会为江青平反吗 我认为不会 开放江青木啊 是符合人道的 因为就是十恶不赦的罪犯 家人和朋友祭奠一下 也在情理之中 中共淡化文革 是为了实现习近平打通中国 前后两个三十年的想法 即毛泽东的三十年是正确的 尽管有失误 邓小平的后三十年更是正确的 没有前三十年的艰辛探索 就没有后三十年的辉煌 习近平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中共的罪恶 树立中共伟大光荣正确的伟光正形象 否则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就无法自援其说 中共是不会为江青平反的 但会模糊化 其目的不是为了江青 而是为了维护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虚伪形象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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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